你把红的灯火 写我一首歌 咖啡店的位置 你还是没有出现 就在这边 爱笑容一些 但怕在其实 冷却的流言 说的表现 也不能成心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 今天准备去爬一个白衣衫 一起打开一下 一个电影的曲续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什么电影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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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LS7的车类空间 可玩性真的是太高了 简直就是汽车间的百变空间 第一个面画 我们把副驾驶折点起来 是不是超酷的呀 这种驾驶空间 是不是没有见过 第二种 主驾驶驶驶的小器模式哦 点击这个小器模式哦 座椅放倒的同时也自动打开了座椅按摩哦 第三种就是你们都知道的零重力座椅模式啦 正在打开零重力模式 这就是这节LS7的零重力座椅模式啦 它的特点就是膝盖和心脏是一个水平的位置 就像宇航员在太空中一样 如果你想在车内睡觉的话 它还有躺平模式哦 我也是给你们看看有什么区别吧 我们先开启躺平模式 它这个区别就在于 它可以把副驾驶的座位用来当脚脱 这样就可以躺平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平的话 还有一种方法哦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后排座椅放倒哦 点击这个按钮 如果你也有一些新能源的智能化体验 赶紧来分享起来吧 点赞收藏转发起来吧 点点关注哦 比心 你回去告诉那贱人 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 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的呀 盘点八位职业装颜值扛把子 你觉得谁的气质更胜一筹呢 第一位倩旺 她千娇百妹 姿态万千 凭借她出众的颜值 蛊惑万千少男的芳心 妖娇的身姿透露出一股风情万种 有人醉的试剧 第二位王阿姨 她的五官精致唯美 烈日般的红唇魅火人心 网友说宁可宫地脱层皮 也要赚钱买奥迪 只为见王阿姨一面 第三位是恩恩 她被网友称为比科莫2S1 还会扭的唇域欲紧 眼神妖娇五妹 魅力四射性感 第四位小龙叔 她被称为是车魔界的顶级美女 精致绝美的面容 直至诱惑的神情 如果她是你的秘书 你会让她加班吗 第五位守什么魁 年少父之阿姨好 做把妹妹当成宝 被粉丝称为是马路街拍女王 她的妆容给人一种风韵牛丛的感觉 让人深陷其中 第六位刘二萌 她凭借一条视频频频登上热门 被粉丝说要颜值有身材 要生意有身材 要身材有身材 神秘的口罩下 隐藏着足以媲美身材的颜值 第七位BB将 不白貌美大长腿 前凸后翘小男腰 她有着车魔界的劳斯莱斯之称 看了长寿 取了短寿 唯有收藏 慢慢享受 最后一位 看一眼就能让你心动 让我沦陷 被称为是新一代颜值界的天花板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看一眼 什么 oh yeah ah ah let me s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